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苏区 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白区同事秘密工作 开展革命斗争 毛主旗是我们党正确路线在苏区工作中的代表 刘少旗是我们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而彭真则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第二号人物 彭真的一生绝对是个传奇 他生于1902年山西省徐沃县侯马镇 金侯马市新田乡迭上村人 抗战时期 彭真被派往我打在华为的最大抗日根据地禁茶记边区 担任中共北方局禁茶记分局书记 成为禁茶记根据地开创者老资格的聂荣贞的上级 彭真1945年中共七大举行 彭真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还是党的七大的主席团成员 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8月份毛主席去重庆谈判 为了避免意外情况下 中央能正常运转 又把彭真和陈云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 地位仅次于毛流州州任务大书记 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没多久 就被调往东北 担任东北局书记 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 这时的彭真手下 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高岗张文天 还有两位后来的泰国元帅林彪与罗荣环 1948年12月 彭真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 1949年改称北京市市委书记 此时的北平市委副书记是叶剑英 同时兼任北平市市长 1951年叶剑英南下广东后 彭真兼任了北京市市长 从此 他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市长两要职 一直干到了1966年 展开全文此间 彭真还同时担任着很多重要职务 仅副国级以上的职务就有第一届权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阉秘书长 全国政协第二届副主席 全国政协党组书记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政协第三届副主席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兼秘书长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北京市一级的职务 彭真也兼任着很多 如北京市政协主席 北京市总工会主席 北京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主任 1955年8月 彭真与夫人张洁青 在北戴河1966年开始 彭真的人生跌入了低谷 这段历史 大家都不陌生 在此不再赘述了 1979年 彭真复书后 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 当选为副委员长 同年9月 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1月 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1982年9月 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 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3年6月 彭真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 彭真复出的初期 有些人揣摩 他不可能不对毛主席有一肚子怨气 出人意料的是 他每谈及毛泽东 必先谈其功绩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没有毛主席 我们不可能在1949年 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袖 对毛泽东同志必须全面看 在我心目中 毛泽东同志永远是我们的主席 彭真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还说 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 但我还是举了手的 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 后来我被关在监狱 反复想 我做得不错呀 我想 共产党 毛主席总有一天会再来找我的 这些是历史上都有 错了的又给平凡吗 曾任彭真秘书的杨景宇回忆 1980年初 有一天谈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彭真说 扪心自问 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 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 打个比方 一件事情来了 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 有不同意见 我很自然的就赞成主席的意见 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 那就不一定了 在这件事情上 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 在那件事情上 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 这是因为 在党的历史上 几次重大关头 毛主席的意见 开头多数人不赞成 他是孤立的 但最终的事实证明 还使他正确 他高明 他站得高 看得远 由于内心光明磊落 彭真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 1997年4月26日 彭真因病在京去世 享年95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